回到新聞時間 銅鑼灣佔領區晚上有兩個噴漆罐 懷疑被人扔下街,沒有人受傷 警方帶走四個人調查 兩個噴漆罐分別跌落宜禍街馬路和行人路 警方用圍帶圍著,又進入現場一棟大廈調查 發現四個可疑男人,將各人黑暴蒙頭 由大廈的後樓梯帶走,押回警署扣樓調查 現場是宜禍街一號對開 夜晚八點多,突然有兩罐噴漆罐,由高處墮下 現場聚集人士立即散開,警方到場調查 占領行動持續過幾月,未見有解決跡象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系教授陳宏毅 呼籲學生適可而止,認為占領運動頭兩個星期 符合公民抗命原則,但之後演變成弊多於利 他奉勸學生吸取六四教訓,現在叫停,仍然算贏 黃曉映報道 當時很多香港人包括我,也有捐錢去買帳幕 如果當時不是持續那麼久,根本就不會需要宣佈戒嚴 我們1989年的時候見證這個歷史事件的人 我想都有責任去做一個理性的思考和反省 陳宏毅主動將佔領運動和8964相提並論 他認為共通點包括很多市民支持 學生又和政府對話 還有 沒有一個退場機制 那些領導運動學生越來越激進 繼續持續下去,我也估計 特區政府不可能長時期、無限期 容許這個佔領 你的意思是否香港都可能會戒嚴、鎮壓 不會有甚麼好的結果 時間越長,將來的結果可能就會越差 和戴耀庭同樣教港大法律系 同樣研究憲法 陳宏毅說公民抗命理論有客觀標準 判別何時要叫停 後果會是怎樣呢? 會是你多於弊,還是弊多於你呢? 頭那兩個星期 可以用西方的公民抗命理論去支持 以及去解釋 其實這樣做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持續到今天 由於它對於社會 很多人的生活 或者生計 構成這個不利的影響 亦都由於它造成社會很大的分化和施裂 已經不足以去支持這個行動 是不是中央的角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呢? 中央已經在權衡輕重之後 決定要堅持它對於香港的民主普選的底線 既然人大已經作出了這個決定 我覺得要從一個務實的理性角度來看 但你很難叫學生認命 認清這個政治現實 如果我們是理性行動的話 都需要認識什麼政治現實 到現在你覺得這個運動是贏還是輸? 出現了這個運動 本身已經是一個成果 已經有這麼多人參與 如果現在這個階段結束 應該算是贏的 所謂適可而止 如果不是 很可能就是有反效果 適得其反 有線理事記者黃雪瑩報導 機電工程處